凌乱的出租套房内 苏姓女子坐在一旁 看着远警在她房间内搜查 有毒品让她绷紧神经 原来远警货报上门意外发现 苏姓女子根本是诈欺毒品通气犯 因为争吵 然后蔡兰夫妻离开 那苏女当时穿着 只穿着内衣与内裤 然后在门外哭泣 安慰的时候 苏女突然躺在攀兰的怀抱 34岁的苏姓女子 跟61岁的蔡兰男子 发生婚外情同居 但前一天两人大吵一架 男友夫妻离开 女方穿着清凉在门口痛哭 住隔壁的潘兴男子 出来安慰她却产生情愫 双方发生关系后 隔天被蔡兴男子发现 她登门理论 潘兴男子只好报警 却意外让苏姓女子 通气身份曝光 警方在将苏女要戴反锁 归案的时候 两男表情整个傻眼 见到远景将女方逮捕 两名男子都很错愕 而苏姓女子 恐怕也将立刻入狱服刑 没想到这复杂的三角袭题 最后的结局竟是这样 三个人恐怕都始料未及 记者梁家文 杜云杰高雄报道 刘云杰高雄报道 仅宝杰高雄报道 老子 老子